上天 再见 刚才你没一分换一起来 许多人的不明一刻 尋弯请问一下 在现实进入口座 吸物质的时候 可以为师父男人 这样的我天不待你官 是不是你真是的 想把你带着做秀 对不起 对不起 看您在说的时候 心中若有所思 请问您在现实生活中 是不是已经有了 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请你回答案 我们的位置好吗 回答案 我们的位置好吗 对不起 回答案 对不起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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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怪你啊 他得叫我来 还得上台说什么话呢 还不叫你动情演讲 才理你来这么多人啊 你说 你是不是说的时候 心里面是不是想着一个人呢 谁想着一个人啊 刚才有那么多媒体在 还不知道会不会拨出去呢 拨出去怎么了 拨出去多好呀 万一要是被哪个大导演看上了 你就成明星了 你有完没完 行了 我就陪你逃到这儿了啊 我应该还有工作 我可以走了 这个好 今天我们就先这样 希望我们两家公司能够合作愉快 谢谢 合作愉快 这边请 好 慢走 拜拜 齐总 孙总 不送了啊 慢走 坐 坐 雪月 雪月 咱们公司能否和这个乐创公司合作成功 就全看你的了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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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交给别人代理啊 目前咱们公司 正在运营的几个游戏项目 已经让公司的人员 显得力不从心了 所以我就想呢 我们应该分出去一批项目 交给别的公司代理运营 这是一种合作途径 可以说是强强联手 可是天纵这个项目 我们已经花了两年时间投入 而且 已经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我 我对这个游戏非常有信心 在这个时候去交给别人代理 徐悦 我知道 这款游戏从策划开始 就是由你负责的 历时两年有余 你耗费了不少兴趣 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我也希望你能理解 目前公司的这种状况 我做这个决定呢 也完全是从公司的角度出发的 林总 我 我个人没有觉得 公司在人员的配备上 有所不足 现在在公司上线游戏中 有一款已经经营了五年 现在在线人数大幅缩水 公司也不准备更新它的内容 准备把这款游戏给撤了 但是撤下来这团队呢 它主要就是 全部投入到天纵这个项目里面来 我觉得 在这种时候 我 况且这些是何总早就做了规划的 我现在是公司的总经理 我现在是公司的总经理 我说的决定就是公司的决定 你只要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完善你的项目就好了 不是 我 我的意思是 别说了 我还有事 你出去吧 好 杨世仁为什么这么做 你真不知道吗 为什么 你真的是两耳不闻穿外式 乐创公司的背景你知道吗 不知道 今天来的齐总是杨世仁的小舅子 杨世仁的妻子是乐创公司最大的股东 这回你清楚了吗 那不久能于把公司的东西往自己家拿 这次说得很准确 我们公司投入那么多负责开发 他们乐创公司就等着摘果实 你还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条件 把天纵转到他们公司的呢 你要是知道了的话 你能吐血 什么条件 我还不知道 我要知道了 我先吐血 那 怎么办 就这么眼神了 看着他把天纵给贱卖了 那能怎么办呢 他现在是公司的代理总经理啊 才当一个代理总经理 就能把公司目前最重要的项目给卖了 那他要干吗呀 这么搞下去 公司成了他自己的开发基地了 我们公司负责投入 他自己的公司负责产出 哪儿那么好的事啊 阻止他的办法还是有的 什么办法 如果他不再是我们公司的代理总经理 事情就解决了 所以这就和她们一起去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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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拜拜 你老看我干嘛 人家都说男人工作的时候是最帅的 可你怎么越看越难看呢 是角度问题吧 我已经在转着圈看你了 谢谢 有什么事吗 晚上陪我看电影吧 那么难复男人看 我看的是电影又不是人 不许你说没时间啊 你已经很久没有陪我看电影了 集团几分哪儿 等通知 零零啊 拜拜 即将来 找我邮丫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 你喜欢彪恩吗 你什么意思 我就是问你喜不喜欢 喜欢 她是我妹妹 我指的是那种 男女之间的喜欢 你没事吧 她是我妹妹 怎么可能有 男女之间的喜欢呢 你喜欢她 对 你喜欢米恩 喜欢 喜欢就去追啊 你支持我吗 当然 为什么不 那好 以后我需要你帮忙的时候 我现在就能帮你一忙 米恩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不是去看芭蕾舞了吗 确切地说 不是我想去看芭蕾舞 是我想邀请你一起看 但是现在无所谓了 我们可以一块儿看电影 不好意思 我 我约了人了 你看 我知道 但是你约的这个人 他来不了了 他让我替他过来 你是说 是我哥让你来的 他正好临时有事 所以过不来了 怎么样 给个面子一块儿看上电影吧 好啊 走吧 走 那行 我到了 我就先上去了 好 拜拜 拜拜 坐下 拜拜 我做了 你不要那些电影 我需要让他把拍摄了 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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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说你是故意 让方红生跟我看电影 他跟我说了 他喜欢你 你也不问问我喜不喜欢他 我觉得他这人挺不错的 你觉得 你觉得 什么都是你觉得 我的感情我自己不会负责 要你来管 这小丫头脾气这么大 他这么�人 有适向 小丫头是 《左身一冰箱》 就 Ner着 一本的同工 他加上的是 这么就是 快打死糊 小丫天 你 appreci不过 seine 辘 while 好 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 十一点半 那你知不知道我生气了 知道 我都已经生气了 两个小时十一分钟了 你都不管我 我还在思考你生气的原因呢 我饿了 不行 你吃这碗吧 我再去泡一碗 不行 只能吃这一碗 为什么呀 我一个人吃不了 该浪费了 你吃不了我帮你吃啊 我还愁一碗不够吃呢 我再泡一碗去了 不行 只准吃这一碗 泡面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你成心是不是 谁让你让我生气了 两个小时十一分钟都不管我呢 行 你说了算 舒服啊 你这叫一碗吃不完 就给我吃点汤 我饿了吗 要不然你再去泡一碗 你不生气了 我才不像你那么小气呢 你为什么会生那么大气 还不是因为你 自作主张 我是不该自作主张 你也不用生那么大气吧 还是你讨厌房屋生 我谁都不讨厌 我就讨厌你 我现在明确告诉你 我目前还不想谈恋爱 所以请你以后不要再多事了 老房啊 老房啊 师傅 怎么买了这么多菜啊 今儿咱们吃饺子好吗 我买了猪肉 咱们包芹菜猪肉下的 老房啊 我这身体啊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以后呢 你就别来回再跑了 没事儿 我一个人也得吃饭呀 做一个人两个人 不都一样吗 师傅 你跟那儿我来 好痛啊 没事儿 师傅 你就不用笑了 我一人闲呢 来了 来 爸 行 叔叔 你小子还知道回来啊 来 先行吧 来 房姐 谢谢 辛苦辛苦啊 你这师傅就做饭弄热天 就是想吃饺子 好好好 太棒 太棒太棒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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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福气啊 方姐一看就是一实在人 我就让她照顾你一段时间 这一照顾就照顾到现在 说不定人家想照顾更长时间呢 更长时间是多长时间啊 一辈子能长 小妮啊 这小子不正经 你也跟着一块儿不正经 许叔叔 这怎么是不正经呢 这是再正经不过的事了 你看啊 方姐 年轻 漂亮 温柔 贤惠 难道你一点都不动心吗 真的 许叔叔 你千万别不好意思 你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爱情 你知道不知道 小妮 你现在可是个名人啊 名人 什么意思啊 现在网上电视上都在说你呢 坏了 什么呀 说我什么呀 就是莲花妹呀 什么情况 最近在一次情欠一线网站 举办的集体婚礼上 一名注册网名为 米小妮的女会员 用一番淳朴真诚的言语 打动了无数人的心 还真有啊 天哪 我最相信这网络的力量了 你什么时候去参加的相亲大会 你什么时候去参加的相亲大会 你别提了 还不都是婷婷她骗我去的 这这这还有一点 别看了 求你求你一起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别看了 分享一下分享一下 近日在网络上急速蹿吼的莲花妹 引起无数网友的关注 从而发动人肉搜索 希望能够得到她真实的身份 莲花妹 对 您听死了 我可告诉你啊 以后你不许拿这件事嘲笑我 不会的 但是 我可以免费用做点宋船 等我 莲花 你真的火了 大家都在议论你 闭嘴 莲花不好听啊 阿玲 你还说呢 快去坐 米燕 你一会儿给我签个名吧 你行吧 别闹了 米燕 签个名呗 签个名呗 签个名 过了过了 谢谢啊 米燕 你相机都真漂亮 我表哥啊正好在我家电视上 看到你的报道 谢谢谢谢 你扰了我吧 扰了我吧 谢谢各位啊 工作时间到了回港位回港位 谢谢谢谢 哎哟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哪 哎我觉得挺好啊 占你的光我都找着明星的门 你还取笑我 OKOK开玩笑开玩笑 先好好工作 得把这些东西挂在脸上 中午咱们出去吃 食堂那个八卦云体的地方 已经容不下你了 有时间 去我们先几天吃 PAL 哎呀 哎哟 哎哎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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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镜头真的很漂亮 你知道吗 现在电视上和网上都在说 你的可厉害了 是啊 是啊 你现在可红了 太牛了你 我 这做什么呢 不知道现在是上班时间吗 米恩 我弟弟也看了你的电视报道 特别喜欢你 他条件也很不错 要不要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不用了 不用 不用 真的不用 谢谢 谢谢 好好好 你先忙 我出去 怎么啦 我 我那个 米恩参加相亲大会 你事先知道吗 不知道啊 我也是周末回我爸家才知道的 他现在是不是想找男朋友 这个就不好说了 她嘴上倒是说不想谈恋爱 可是你说她会去参加相亲大会 可能女孩就是这样 心口不一嘛 你要是真喜欢她 你该多努力了 何婷定 小妮 回来了 我 我吓死你 你还好意思来见我呀 给我上来 你说说你 非得带我去参加什么集体婚礼 现在可倒好 我成莲花妹了 你还笑 你还笑得出来呀 那不是挺好吗 好什么好 现在公司所有人都在取笑我 女的那是嫉妒你 男的那是爱慕你 大姐 我不想要什么嫉妒也不想要什么爱慕 我现在就想要清静 你先别着急 来来来来 喝口水 小消气小消气 你现在呀还真清静不了 谁让你那么火呢 我们秦千一现 还想请你做形象代言人呢 你说什么 形象代言人 你们还先折腾的我不够啊 这次可是下雪本抽重金呢 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去 你赶紧给我消停一会儿 没了没了 你真不去啊 不去 好多钱呢 不去 小妮小妮 你快来 马上用你的新消息来 来 什么消息啊 你看 据秦千一现网站表示 莲花妹拒绝该网站 以百万薪酬 聘请她作为网站代言人的请求 面对百万巨款不动心 莲花妹再一次向大家展示了她 出淤泥而不然 着清凉而不腰的莲花精神 什么百万巨款呀 她们怎么这么能炒作呢 看着这个合体内 我还得找她算账 你别着急 还有呢 近日网上爆红的莲花妹又有新情况 一名男子声称 她就是莲花妹心目当中 百分之百符合的人选 该名男子还声称 将在今日向莲花妹正式展开追求行动 根据这个情况 我们可以判断出 该名男子了解莲花妹 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情况 据之前不少网友的推测 莲花妹在叙述爱情宣言的时候 若有所想似乎心有所属 不知道该名男子是不是就是 莲花妹心目当中的那个王子呢 这谁啊 这么无聊 照这个情况发展下去 你的真实情况很快就会暴露的呦 走 你先下游行 停车去 有点儿 停车去 那儿我已经是更好 有点儿 起来 有点儿子 有点儿子 看儿子 只要你去呢 国家的经纣 我什么时候 我还有一位 好嘞 你干嘛呀这是 我可以做到 你爱群心言当中所说的一切 而且我能够做得更好 我就是你心目中的王子 我爱你 希望你可以接受我对你的爱 你回答他 你回答他 你答应他呀 我答应他 不好意思 你还没有回答我 回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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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大家别拍了 他开玩笑的 你别闹了 快起来 我 我没有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对不起 你不是我心目中的那个人 宁闻小姐 请问你拒绝了这位先生 那么是否在你心中 已经有了新的人选呢 是不是啊 宁闻小姐 请问一下 你之前拒绝情签一线网站 百万代言的消息 是真实的还是炒作的呢 不说过宁闻小姐 别拍了你 别拍了 不说吧 宁闻小姐 宁闻小姐 我现在没准备答应 宁闻小姐 你说一下 你是怎么想的 宁闻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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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疯了疯了 这些人都疯了 没事没事 现在人忘心大了 等过段时间有个别的热点 大家就不会这么关心你了 真的 那当然了 你看现在网上好多 洒故写成名的人 那都离这儿里边 你说 老百姓自动的家务 都忙不过来 谁有时间 成天关心你呀 你拿我跟他们比 举个例子 请问宁闻小姐 拒绝你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你不听说的 拒绝他吗 所以你真的爱他吗 还只是因为 他是网络红人是吗 请回答好吗 好 你看你看你看 就这么一会儿 已经十五个未接电话 三十条短信了 还好还好 还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可是随着电话号码的 不断扩散 我肯定有一天 会无法承受的 不至于 总有风平浪静的那一天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 第十六个未接电话 你甚至会情织 你还好 你还不是 夕生нд 适合是 many先 你不在乱 考虚 你很烙 不要轻敌 敏云你好 我是王汤 十四层的 这是我的名片 你好 我是三十三楼 你好 我是八楼 八楼 八十楼 三十楼 要不咱连工作也够了 好多话呀 敏安 我们一起开个花店好不好 绝对可以拔个小材了 也算我一份啊 真的是好笑 你们要喜欢 你们都拿就好了 敏安 上次我跟你说的 我弟弟的事情 你考虑得怎么样 见一面聊聊总可以吧 再发售 姐姐 不会也是找你的吧 好像是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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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也只有家里算是一片净土了 是绵小姐吧 我现在晚上看到您的视频 想跟您交的朋友 这花林看 换点住吧 你总盯着我干吗呀 又不是我的错 你不是说过段时间 人们就会忘记了吗 这才几天 你别着急呀 我能不着急吗 要是再这样下去 我都快疯了 你总不会想要有个疯丫头当妹妹吧 你本来就是个疯丫头 好 我帮你 怎么帮 我总得先了解一下网上的最新情况 这条对策吧 看了这个网上对你追捧的热潮是丝毫不解啊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既然他们都以为我已经有心仪的目标了 那找个人出来承认是我心仪的人不就完了吗 明花有主 这样别人就不会再来骚扰你了 你也觉得这个办法好 可以 关键是 上哪儿找这么个人去呢 是 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 小晓妮 你别闹 我肯定不行 别再把你给连累了 你说万一我也被别人跟踪 再一偷拍书 我们俩住隔壁 这不知道也要传出什么样的绯闻来 你还真以为你是明星啊 人家会跟踪你 偷拍你 不过就是网上发一些消息 媒体做个简单的报道而已 行 你得这么想 如果我是你的假男朋友 那别人也不知道啊 你恨不能为此 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吧 这个你不用担心啊 我的微博地址是公开的 他们一般都会在我的微博上留言 只要我在微博上公开承认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那这个消息很快就会传出去的 没没没 微博的传播能力有这么大 我告诉你 就这几天我的微博粉丝量 已经狂找到七十多万了 真的 真的 来来来来 坐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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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别别别 你坐这儿 别动 这又什么 你这能拍出什么东西来吗 来来来 往前往前往前 谢谢你 你看电视 这样有点生活气息 你 你看电视就行 你拿着换个角度再看 够了吧 来来来来 我轻轻一点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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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电视 你看电视 好 好了 好了 再来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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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你看我头发行吗 我头发行吗 可以 特别好 你帮我弄一下 帮我弄一下 帮我弄一下 来 你帮我弄一下 哎呀 你 这又是不是有点过呀 你太棒了 走 去阳台 你过来 别忘了 过来 小心 小心 快点 不行 小心 别动 慢一下 慢一下 再来一张啊 好 那你来摁一下吧 那你来摁一下吧 要不我们回一个 各自换场书衣 再来几张更亲密的吧 你要拍床照 这样别人才确信无疑啊 不行 使不得 你是莲花妹 你是淤泥 你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妹 清纯淤泥的形象 不能就这么被你毁于一旦 也对啊 我不能败坏自己的名声 名声 名声很重要 对吗 所以我们就不拍了 好 反正今天的已经够了 几千天 还有明天 对啊 每天都得拍 拍到没有人烦我为止 你呀 这不是一个 冲箱水连 掐掉了一份球上吗 一份球 我听一下 坚持坚持啊 坚持坚持 我不是为了你 我受 我 微笑 微笑 你说他们俩在一块了 你知不知道 算了啊 这咋子 他们俩来了 徐悦 你们俩就保密工作 做得够严实的呀 早就在一块了吧 还去参加什么相亲大会 耍人玩呢 没有没有没有 啥时候的事呀 就最近一两天 你说方总 当那么多人的面 跟他结婚多丢脸呀 好奇迷啊 发展得这么快 不然呢 你说他们俩是这些呀 这啥 你配不上他 你带你怎么样 你不让我看 你别吓唬我 是不是毁容了 是不是毁容了 没有没有没有 眼睛能睁开吗 你怎么样 没事没事没事 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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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啊 没事又不是真的流酸 万一是真的怎么办 你光光地推我 你自己都不懂 你哥我皮好 要是真的流酸 那有天度英才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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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你真没事 真没事 有没有看见 那小子长什么样 我上哪儿看 光不是看你了 算他走运 没事没事 真没事 真没事 眼睛能睁开吗 嬴标 你说 你跟公司的一个 女员工好什么了 站在交往 是不是以前 那个你为了她 还动手打人那个女孩啊 你啊 还是心里有鬼 不然的话 不会为了这个女孩 和人大大出手的 对了 杨总 您有事啊 有事 也不大 我就想找你商量商量 你看啊 你的这间办公室啊 离技术三步距离更近一点 所以我想给你调整一下 把你这间办公室呢 先让给余亮使用 换办公室是吧 那 那我换哪儿去啊 你不是 喜欢跟员工打上一片吗 我觉得很好 那不如这样 你呢 先出去跟他们 伙着一块办公 等公司什么时候 有了富裕的办公室 我再把你调整回来 您 您让我去 外面那开街啊 行 那就这样 说定了 这也太气氛了 就这样毫无征兆就让你搬 这间房间还是小了点儿 还不如我原来的那间 我还没收拾完呢 你能一会儿再过来吗 不急不急 慢慢来 反正我以后有的是时间 坐在那里 你可以多待一会儿 留恋一下 余亮你能不能别一副 小人得志那样 说谁呢 我说你呢 你有本事就别跟在杨副总后面 给我拍马屁 我就是拍马屁 怎么着啊 现在这间办公室是属于我的 你们两个赶紧收拾收拾 赶紧走人 你看那德项 有这功夫能帮我收拾一下吗 把这个拿走再说 走 老大 这也太过分了 那个姜型男的 不过是个赞代总经理 你还没正式任命呢 他就敢这么对你 我帮你了 帮你了 来 这幸亏是还没正式任命 要不然恐怕我连张康座都没有 董大 这摆明了几对你打压你 你怎么想 你这让人什么呀 我能怎么想 反抗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要有反抗 什么反抗 集体辞职 杨副总他现在就是个代理组织 他还想做点成绩来给集团公司看 这个时候我们集体辞职 整个的集团公司 整个的技术部 都会陷入互乱 到时候 杨副总想不妥协都不行 挑什么事 集体辞职 我之前都跟兄弟们商量过了 他们都同意 我之后再跟方胡升沟通一下 我们技术一部的骨干成员 加上方胡升部分的二部成员 整个技术部就会陷入瘫痪 那其他兄弟怎么办 我们又不是真辞职 我们就给他点颜色小的 让他别太过分了 你别太幼稚了行吗 那集体辞职这种事 我觉得 有点过分吧 这还叫过分 自从那个信阳呢 他担任站在总经理的那一先起 他是怎么对你的老大 他是怎么对我们技术一部的 最苦最累的活儿全是我们一部 他还随意抽掉我们的兄弟 去其他部门 有两个兄弟居然被他抽掉去了 去了什么销售部门 我们做技术出身的 去销售干吗 这明显就是在挤压我们呀老大 老大 现在再不反抗的话 他就把我们一部给支极了 对 行了 先别抱怨啊 先回去看看 对 去去去去去 赶紧赶紧赶紧 赶紧赶紧 你们谁先帮我找把椅子来 拿椅子 我倒了热热热热 哥 那个杨副总都把你逼成这样 你还不反抗 我不是不想反抗 我是想 你是想 你那些兄弟要是没了工作怎么办是吧 你是上帝吗 所有人都需要你照顾 再说了 他们不都表示支持你了吗 人家都被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 你还犹豫什么 我是想 你是想你要是反抗不成 没了工作 没了收入 房贷压力又大 生活没了着落是吧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你要是没了工作 我养你 多久都行 你养我 对 傻丫头 那你还有什么顾虑 我是想 想想想 你还想什么 都把你逼成这样了 真的 不是我说你 自从我回来我就发现你这性格吧 越大越懦弱 做事肉的要死死前想后的 你怎么就那么不男人呢 你让我说两句就行吗 你说 我是想用集体辞职的方法来要挟杨世人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为什么呢 他可以暂时收敛一下 但如果今后一旦正式成为总经理 他还是会对我们进行报复的 还不是怕这怕那 你就不能 你你你你你让我把话说完行不行 我是想去跟集团公司争取一下 给我们公司重新任命一个总经理 把杨世人彻底赶出我们公司 原来你是这样想的 你还要接着骂我吗 你可以开始了 谁让你之前不说清楚了 你给我时间说了吗 我一想就啪啪啪啪 我一想就啪啪啪啪 咪啪啪啪啪啪 elf